娱乐大嘴巴 哇 周董又干上了狗仔 狗仔最近拍到了周董和昆明的约会照 周董发火反拍狗仔 不止这一笑 他还呼狗仔巴掌 还大飙粗口 周董坚持当时他们只是和狗仔 对有碰撞并没有动手哦 过后周杰伦把反拍狗仔的画面 制成了周董洞新闻 还原现场来反击狗仔队 周董和狗仔各说各话 不过让我们来对对双方的口供吧 1.1 打扰用餐 结果周妈在一起吃饭都被打扰 感觉差不多爽了不好 可是我们在20公尺以外的和题等你 我们没有打扰到你啊 1.2 冲进餐厅 我们猜一次把他走开 你们就这样冲进来 搞得老板不知录的是好 我们根本没有冲进去 也没有任何人阻止我们进出 老板还跟我们say hi 人超nice的 1.3 叫嚣挑衅 就你们不断在那叫嚣挑衅 正当要拿起相机拍门子 你们就来板了整个手 所以才有出手的啊 是周董一直拿相机拍救我们哦 我们还挡着这一脸怕受伤哦 周董还很嚣张的说 狠什么哦 1.4 相机撞头 好朋友被镜头打了脸 自己还有被相机撞了头 当然要出手防卫啊 我们其中一个记者 被走眼人打手打头 另外一个记者还被扯衣服 打落眼镜 我们完全没还手哦 1.5 自定拍照标准 所谓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拍了两个清楚正面 你们用录影加画面 而且根本模糊不清耶 周杰伦和昆琳的正面照片 我们都有咯 我们还录了咯 各位观众 你们怎么看呢 不过整件事太进展 我们还真的给周董几个赞 周杰伦果然是艺术家的脾气 承认打人还引以为傲的把自制片段放上网 供大家欣赏 给他个赞 周董在满城近带黄金甲 演夺位不成的杰王子 现在就自理为王 在影片旁白还说 叫皇上的全民 你是要被斩头的耶 狗仔有眼不适 杰伦还 来人要脱去斩了 赞 周杰伦还脱发形式下水 要他以台语做旁白 用周董歌曲皮影戏来配乐 他还得意的说 下飞机后两小时就把新闻剪出来 果真还只有两小时的水准 但还是给他个赞吧 杰伦黄登机后就拿了三种动物 狗 猴 马 刺名三个记者 太感动了 日理万机还花心思刺名 给他多个赞吧 周董向来自宽难拍 早前还大言不散的说 如果拍到他与坤林的约会正面照片 就送独家专访 不过现在照片画面都有了 却说不够正面画面模糊 这真的有点说不过去啊 周董那副很拽的样子 狗仔们肯定会再接再厉挖更多的新闻 到时什么独家都不值钱了 老家既然说不错了 老家既然说不错了 感谢观看